本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表态 将美欧矛盾公开化 给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再添伤痕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发表文章称 西方联盟的裂痕有所扩大 本届慕安会可能是相关各方分道扬镳的序曲 美欧在伊朗和问题全面协议的问题上的矛盾最为明显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讲话中指出 伊核协议应当维持 这一协议可能是西方国家得以继续施压伊朗的微小支柱 他说要实现各方遏制伊朗核计划的共同目标 不可能单纯以退出伊核协议的方式 默克尔讲话结束后 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言 他指责欧洲国家不采取与美国相同的做法 削弱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伊核问题之余 默克尔在讲话中力挺德国车 他说德国宝马汽车公司的最大工厂 设在美国南卡罗兰纳州 如果美方说那里制造的汽车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德国会感到震惊 美国和欧洲去年7月底 就缓和贸易关系紧张达成一致 但双方过去几个月 没有能够就汽车进口关税等关键议题 取得明显进展 另一方面 对于美国施压阻挠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 默克尔重申 这一项目不会向美方所言 危及欧洲战略考量 他说德国不反对从美国进口天然气 但把俄罗斯排除在外 是传递错误战略信号 默克尔此前表达过 坚决推进该项目的立场 并提醒美国 不要将这个经济合作项目政治化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近日发表文章称 慕尼黑安全会议 过去是促进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会议 相关各方会在会上宣布 几方要做的贡献 并做出新的军事承诺 但近一段时间以来 西方联盟的裂痕有所扩大 有人担心本届慕安会 可能是相关各方分道扬镳的序曲 甚至更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